嗨,我是阿月,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期影片要來跟大家分享 在寶可夢珠子遊戲中取得小智冠軍隊伍 人氣最旺的快龍、耿鬼與皮卡丘 路卡利歐則是在阿月第一支影片就介紹了 想獲取這支超強的寶可夢,歡迎參考喔 小智的冠軍隊伍不僅是人氣旺也非常好用 特別是那個種族值600的準神級快龍 那個數值真的是太破表了 幾乎全能力都壓到天花板 加上各屬性頂級的技能 宛如奇遇老師一拳超人的境界 在一般地區幾乎是一拳一個小朋友有夠殘暴了 而皮卡丘跟耿鬼取得的方式非常簡單 最有趣的是最終階段的耿鬼是可以直接跟NPC就換到了 可以說是最好拿的強力寶可夢啦 我們就來為大家介紹如何前期就捕獲與他們的進化方式吧 另外,喜歡寶可夢的朋友有弗拉 電玩酒吧依據寶可夢珠子推出最新設計 幻獸白與幻獸黑 除了酷炫的外觀還加強了握把的親膚材質 好握好拿更耐用 還有18個月的台灣原廠保固 並且受到許多知名主播 魯彈、貝莉梅、狐狸牧場一致推薦 阿岳為粉絲們爭取到全台最優惠的開團價 不僅價格最便宜 而且滿額免運的門檻更低 正是在全台任何平台都沒有的優惠 歡迎比價台灣原廠保證最便宜的價格 趁優惠趕緊入手 珠子風格的幻獸手把 與你的夥伴馳成在寶可夢的世界吧 好的,本片開始囉! 首先是開局前期就可以直接換的耿鬼 耿鬼優秀的速度以及多變的技能常常是取勝的關鍵 是在寶可夢系列中許多人愛用的騎騎腳 取得的方式是到釀光室下方的海灘 捕捉一個趴插海膽 等級約在20左右 然後進入釀光室區找這位NPC說話 他會說跟你交換鬼師通 交換後就會自動進化為耿鬼囉! 接下來寶可夢的招牌Pikachu 就算沒有接觸寶可夢的人也都幾乎交得出他的名字 跟耿鬼都是速攻型選手 往往佔盡了先攻的優勢 強力的電擊帶有麻痹是水系與飛行的克星 取得方式很簡單 在西邊第一個原魔陣下方就可以捕捉了 想要拿到等級高一點的就可以到錦繪正西 左上的區域就可以看到他囉! 最後就是本作最強之一的快龍 取得的路線有點複雜 而且取得方式需要一點運氣 目前我在網路上搜尋 也沒有看到任何其他人分享如何抓快龍 我試了很多次 目前我自己最好的抓取的快龍方式如下 首先我們先要到西第一區中央這個寶可夢中心 然後沿著這條大路走 可是這條大路走 有些極拥苗的洞窟 騎上這個平台就跳下去 有一個隱藏的洞窟 這個洞窟進去後你會發現到不少的龍鼠寶可夢 包含寶貝龍、露莎、屠龍弟弟等等 我們不要停下來,直接出了洞口 就會發現海面上有個金光閃閃的寶可夢 那個就是泰晶化的哈克龍,也就是快龍的上一階形態 他的等級有54,而且有泰晶化,幾乎都是一招秒 我們的等級只有35等左右,基本上不是對手 我的打法就是偷偷摸到他的背後,然後用露莎的重踏攻擊 會選露莎主要是因為同樣身為準神的露莎夠硬,傷害也夠高 是我的隊伍中少數可以扛兩次他的傷害 而且重踏兩次就可以解除哈克龍的泰晶化 露莎的取得與進化方式我在上一次影片有說明 歡迎參考看看 解除哈克龍的泰晶化後 使用潛水球或者是先機球、高級球 這種比較高級的球來捕獲,大打提高乘風率 為了印證這個方式的穩定度,我還實測抓了兩次 如果可以加上催眠術等負面效果,更可以提高捕捉率喔 取得哈克龍後,只要再給他升一級就會自動進化為快龍 光看這個數值與技能幾乎都是天花板級的 以及本身的高人氣就知道這一定是本遊戲最強的準神之一了 希望本影片可以幫助到各位朋友,人手一隻快龍喔 由於篇幅的關係,阿岳還有很多稀有的寶可夢捕獲地點 以及超強的隊伍推薦,以及進化的攻略都會陸續上架 歡迎訂閱打開小鈴鐺,不錯過最新的攻略喔 而且我們還有寶可夢的LINE社群與DC 最新的情報與攻略,我們也都會在第一時間在我們經營的社群交流 歡迎加入我們一起在寶可夢的世界裡追尋寶物吧 希望這支影片能夠幫助到你 我還會持續的分享更多的遊戲技巧與小知識 歡迎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不錯是第一時間收看影片 也歡迎加入頻道會員支持我並領取歌箱優惠 還能與更多好友一起玩遊戲 我是阿岳,我們下支影片見囉,掰掰